这个婴儿刚出生就和爸妈一样高 如此庞大的婴儿 妈妈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生出来的 库迪 那是你的名字 仅仅一个月过去 库迪就长成了一米八 直到库迪长大后 超大号的汽车在他手里都像玩具一样 就连上厕所都得把头伸到外面 一不停就会起立不怕 父母眼看着家里装不下他 于是立马给他建造了一个新的房子 在这里所有东西都是超大号的 他也终于可以自由活动 但女友见了他还是会害怕 由于长久的居家隔离 库迪每天都会在院里偷看外面的世界 直到一天门外有几个小伙讲笑话 里面的库迪一不小心笑出了声 他们起初还以为是正常人类 邀请他一起来玩 但没想到一只巨手伸了出来 很快几人就来到了库迪的家里做客 他们非但没有感到害怕 甚至还开车带着库迪一起兜风 这一天库迪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快乐 可父母得知此事后却十分担心 因为库迪是个巨人 如果被无良伤人发现 会有可能被抓去做研究 为此他们就把库迪关在家里 但库迪却不以为然 他决定以后每天都要出门 而他的第一站就是人满为患的汉堡店